我們大概把公式輸出到指定儲存格範圍之內 我這邊其實是用了一個回圈,回圈就可以解決了 回圈的話,其實它這個撰寫的方式 第一個,大家就給它到哪一列的訊息 第二列到第13,所以是縱向的,分別根據b,c,d,e這四個欄位 那我就把公式先填上去之後,因為它每下一個會變成 A2要變成A3,A3變成A4,所以一直往下增加 所以我需要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變數,變數其實跟i的數字是一致的 所以我就把i串在這個當中就OK了 串的方式的話,其實你也可以把那個口訣給記一下 其實大概未來很多地方都這樣 如果你要把某一個變數放在某一段文字之中 其實就是背這個口訣,其實就蠻好用的 應該保證不會錯啦 那原理原則很簡單啦 實際上就是把一個變數放在一段文字當中 你不能直接把變數名稱放進 因為名稱放進去它變成一個文字 就不是一個變數了 OK,所以它就沒辦法發揮它的效用了 那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剛開始 還是沒有辦法理解 不過啦 你剛剛可能一段時間之後應該慢慢可以懂這意思啦 反正就是把變數放在一個字串當中 讓它可以 產生一個作用 那並且把前面跟後面的資料串在一起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做完這兩個按鈕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後面還有四個按鈕 所以喔,請各位看一下 OK,這個 程式 看一下這個地方 接下來如果我今天希望寫兩個 按鈕 那所謂的格式的話什麼意思 因為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動作 我想要知道排名有沒有 排名 假如是 因為假設七個號碼 比如說剛好我們下課的時候可以去投注站 我希望 告訴我哪七個號碼 那最好是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 只要是這個排名 裡面呢是 小於等於七的 等於第一名到第七名的號碼告訴我 那怎麼樣告訴我最快 幫我塗個顏色好了 比如說這個第七名 幫我把這個號碼的地方 填一個顏色 填一個顏色油脊桶 黃色好了 這是最醒目了 OK好,那再往下 往下應該是 這個 這個二啦 把這個填一個顏色 也就是說呢 只要是排名小於等於七的 這兩個也是 小於等於七的 就幫我把他的底色 填上什麼 填上黃色 類似像這樣子 那問題你用人工的方式來做啦 一定是 太慢了 而且容易說 這個 你可以這樣 問題如果假設有新資料 你豈不是要再來一次 當然相對的 沒有效率 可是問題 要怎麼樣 可以完成剛剛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需要學會幾件 當然你會發現 他有固定規則 什麼規則呢 一樣 For I 等於 第2列到第43列 然後怎麼樣 把這個依然裡面的儲存格資料 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如果 如果 它是小於等於七的話 那就把它同一列的 A藍的底色 變成 黃色 那如何 那如何 可以讓它的底色變黃色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 我要寫一個格式化 所以一樣 在這個模組裡面 打一個 名稱叫格式化 OK 把名稱打上去 格式化 Enter 好 那我的需求是這樣 請你幫我檢查一下 檢查範圍是哪裡 一樣 第2列 到第43列 所以這邊已經有寫過了 拿這個來 copy 可能比較快 然後Enter兩下打個NAT NAT自己打好了 不要快 好 範圍有了 這個 那 可是問題是 邏輯 所以在裡面寫個if 如果 如果什麼呢 這一欄 叫這個儲存格 這一欄的儲存格怎麼敘述 Sales 這一欄 哪一欄 第i列 先列在欄 哪一欄 1欄 檢查範圍 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小於等於7的話 這個是一個條件 後面打一個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記得打一個Enter 有投優位 我習慣是有投優位 這樣比較不會打錯 那條件就是這個 當這個依然 裡面的 所以它會 先12 下一個 13 下一個14 檢查它有沒有符合這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小於等於7 所以這個有沒有小 2 12有沒有小於7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一直往下 一直檢查 檢查到這個 等於7了 所以呢 那這個時候 I來到多少 13 所以呢 等於是 1 13裡面 它有等於 所以它會 True 那我需要做什麼事呢 我希望 你幫我把它同一列 現在在哪一列 第13列 有沒有 的A欄 同一列的A欄 的底色 所以同一列的A欄的底色怎麼敘述 其實你可以知道 同一列就是 其實 同一列 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過來 同一列的話 實際上 就是I列 把 E來成A欄 就可以 同一列的A欄 那它的底色的話呢 底色怎麼敘述 各位講 我建議你瓜胡先delete掉 我們等一下瓜胡再加 你可以點一下 它裡面呢 只要Sales Sales就儲存格物件 其實或者是它的屬性 這個儲存格裡面呢 有一個屬性 屬性就是 它的設定值 叫做Interior 你打一個In 有沒有 Interior 這個OK 這個Interior值的就是它底下的 那顏色的話呢 再點一下 它底下就有一個設定 叫做Color 底下的顏色呢 等於什麼呢 我要黃色 那如果你要設定黃色 我建議各位可以 記一下一個函數 叫RGB RGB顧名思義 R就是紅色 Q就是綠色 B就是藍色 那後面就是填它顏色的數量 最小是0 最大是255 所以喔 那黃色怎麼搭配 其實黃色就是 把紅色 加上 綠色 調在一起就變黃色 OK所以喔 紅色是255 最大 逗點 綠色255 逗點 不要藍色0 OK 那這樣的話調出來 就會是黃色的 就會是黃色的 所以喔 RGB 這個25250 就是黃色 好 那記得啦 最後的話 你再把這個刮弧 補上 加一個A就可以了 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要 刮弧後面補上 因為其實它 主要原因是這樣啦 因為如果你加一個刮弧 你點下去有沒有 它不會有提示清單 除非你會打那個 Interview 自己打 如果你懶得去記那個 Interview的話 有個方法 懶得能做法 就是 不要刮弧 其實你點啦 Interview大概知道 IN TER OK 這樣子 它就會 給你提示 當然你不用 把它整個 屬性單字背下 不用 所以我有時候啦 我大概記個IN 大概就出現了 RNT 我就找到了 用這樣的方式 會比較好去找屬性 OK 如果你說老師我不確定它是不是 我底部的顏色怎麼辦 每塊你可以在上面按F1 它會call一個help出來 讓你知道說 這個屬性到底是什麼用途 按F1 你確定一下 他說該物件 說代表了內景 內景 內景感覺解釋有點 太能理解 內景其實就是 它的儲存格的裡面那一塊 OK 好那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Interview 這邊有個colorindex 它其實有別的寫法 一定可以用colorindex 不過index你要去記它的 縮影值 8是哪個顏色 我覺得反而比較不好記 它叫青色 可是colorindex 比較沒有那麼方便了解 OK 其他比如說你想要了解那個什麼RGB的話 你也可以按 F1 它也會有一個說明 這邊有F1 RGB F1 你可以 按個說明 它會這邊出現 RGB 什麼調顏色 這個都有一些說明 只是這個說明 寫得 不太好 但是 足夠參考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 應該OK的 資訊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小於等於7 前顏色 小於等於7 前顏色 OK 有沒有 沒問題 剩下來的話 再把它清除掉 一樣 格式化清除 可以加上去 當然也可以拿掉 怎麼拿掉 其實很簡單 把這個顏色 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 敘述什麼敘述 沒有在VBA裡面叫 Excel 記得打Excel Excel的縮寫 再加一個None 沒有的意思 沒有顏色 OK 執行一下 就拿掉 但是實際上 這樣啦 如果是 拿掉 你不確定哪一個 其實你甚至可以把 if跟endif 拿掉 因為不需要邏輯判 反正 我就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通通顏色都清掉 這樣也OK啦 這個怎麼做 可能就 做法蠻多的 那它就一個一個的把 你的原來有底色的地方 通通清掉 OK 這邊的話 它主意就把它清掉 所以 格式化 OK 這樣就 這個 12號 21號 2728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 清除的話就 加上Excel 沒有顏色 就恢復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 我就把這個兩個按鈕 把它再加到這底下 我的習慣是把這兩個乾脆複製 所以按下Ctrl鍵 再去點這兩個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那因為複製完之後再改 我覺得會比較快 而且 它按鈕的大小也會比較一致 這樣會比較整齊啦 比較不會說 有的 按鈕大 有的按鈕小 或者有的在左邊 有的在右邊 不整齊 歪7扭8的 看起來不舒服 OK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 它這個是格式化 OK 把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叫格式化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格式化清除 重新指定它叫格式化清除 OK 那一樣按下它 有沒有 已經是OK 不過這個地方我覺得真的需要凍結窗格 真的看起來會比較OK一點 所以你可以在檢視裡面凍結一下窗格 把頂端列這個地方 凍結一下 這樣看 會比較OK一點點 可是問題是 這個按鈕好像被切掉了 是不是按鈕也可以把它放在第一列上 更好 沒關係這個自己再去 有沒有 可以幹到 清楚 格式化清楚 這樣就OK了 好 那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程式 這個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就這裡 但是其實 格式化清楚啦 甚至你不需要 不需要那個 邏輯判斷 可以拿掉 或者不拿掉也沒關係啦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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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